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眼睛的長工 既我們全市線D8代的晶片開箱之後 有好多人問我們 因為全市線D8代 它的介紹的文案上面 特別講過它的 退色速度很快 然後我自己實測 我也跟各位報告 它的退色速度真的很快 那當然大家就是想要看 跟蔡司的幻視PK了 其實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 這個其實自己帶起來的 實際感覺 比較重要啦 反正想看PK我們就拍個影片 來看一下順便我們來做一下 外觀上的一個 比較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是蔡司的 我這邊是寫淺灰 蔡司沒有所謂淺灰就是他 我為什麼這樣寫比較跟他的深灰 比較做一個明顯的區別 這個是蔡司原本的幻視變灰 然後這是他後來所推出的深灰 然後這是全市線D8代 我們先看在完全沒有變色之前的 鏡片的底色有沒有 蔡司的變色鏡片的底色是真的很漂亮 非常的透 那當然他的深灰就是 他本來就介紹他的深灰本來就是有底色 這個很明顯 他這個底色就基本上 他跟超感光有點類似啦 但是還沒有到超感光那麼深 然後這個是全市線D8代 D8代我說我自己帶 我非常覺得他的在推到 幾乎沒有顏色的時候 那個顏色的透徹度比D7代更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他其實 底色也很淺 就是目前這樣看 那我們一樣用這一台的紫外線燈真的很強 然後我們就用這一台來做一個測試 但是我試過的三片沒有辦法一起進啊 所以我們兩片兩片來 我們先測試一下 全市線D8代的灰跟蔡司的灰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 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用紫外線照射5秒 然後我們旁邊加一個計時器 我們來5秒照射完之後 我們來計時看大概多久的時間 他可以退到幾乎是完全透明 OK 準備喔 來 1 2 3 4 5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 很明顯看到有沒有 其實 變色效能真的都很不錯 5秒鐘他們就變到這麼深 但是很明顯有沒有 全市線D8代真的會比蔡司深 滿多的 因為 蔡司他當時他這個幻視剛出來的時候 他是說他跟全市線D6代比 顏色深的20% 那現在全市線D6代 那已經不可考了啦 但是我們可以看喔 他們兩個的顏色其實不太一樣 全市線的顏色他就是什麼 就是純粹的灰 那蔡司就是說 我們之前我之前就提過 他的灰是有點藍灰有沒有 而且他顏色其實蠻漂亮的 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退色速度真的是都還蠻快的 有沒有 現在已經很明顯已經變淡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 變色完之後 全市線的顏色很明顯比蔡司深嘛 所以現在 現在退色下來 有沒有 蔡司已經很明顯 已經變得比較淡 所以 他們也很明顯變淡 那實際 其實我自己昨天就已經做過一次測試了啦 我自己的感覺是 在退色速度上有沒有 他們兩個基本上 我個人的感覺是不分上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比較一下深灰有沒有 我們再看一下那個變色的深淺 所以 如果以變深來講 全市線地霸大概會比幻視快一點 但是退色速度 我個人覺得幾乎差不多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畢竟 顏色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全市線它會真的就是純粹的黑灰啊 那蔡司是屬於藍灰 所以我自己在 在自己在帶的感覺有沒有 如果說你帶蔡司的話 你會覺得 好像顏色沒有那麼的深 是因為它的顏色是藍灰色的感覺 所以 再加上它的鏡片本身就很厚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顏色沒有那麼的深 但是如果說我們用這個測試表 起來其實 它也是還可以變得還蠻深的啦 所以 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啦 應該說你的訴求是什麼 因為一般像全市 像蔡司他們的變色片的訴求 就是說 像以它的幻視光 當時剛出來的時候 它的訴求最主要是說 它是屬於調光 就是說讓你的眼睛 比較不會因為強光而感覺到刺眼 它不是要求很強的說 它的顏色要變得多深多深 它是調光讓你的眼睛覺得不刺眼 所以有很多人他剛剛 他原本是戴全市線 然後他換了蔡司他會覺得 好像顏色不是那麼的深 可是我就問他說 那你眼睛會不會覺得刺眼 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他說也不會 可是 那所以說 你要享受蔡司的 就是享受比較好的光學品質 當然它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 我就是要顏色可以變得很深很深 當然全市線第八代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 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就幾乎啦 有沒有 幾乎是已經變到 已經沒有太有什麼顏色了 所以 基本上退色來講 我個人覺得差不了多少 OK 那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要怎麼停止 因為很少用到 不太會用 OK 我們來看一下 蔡司的生輝跟全市線第八代 那我們一樣 照射五秒鐘 一 二 三 四 五 我看 幾乎就 真的 這個就真的不分宣制了 有沒有 很明顯吧 這個 兩個的顏色 我們這樣 因為中間的指揮線 可能比較弱一點 有沒有 這邊的顏色 其實真的都非常的深 那當然 退色速度 我們剛有測試過 蔡司的幻視跟全市線第八代的 退色速度 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評比 在顏色變深的方面 全市線第八代真的比蔡司快 那退色速度兩個差不多 那所以 如果說 我就是只要要求變色的效能 那你可以選擇全市線 那當然 如果我覺得光學品質比較重要 就像我個人 我覺得光學品質比較重要 那當然 我會選擇 蔡司 但是如果說 我想要有蔡司 我想要顏色可以變得很深 我真的眼睛比較未光 你可以選擇蔡司的深灰 基本上你可以這樣子做選擇 對你來講 應該會 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 基本上 如果你在問我說 我會想再配全市線其他的嗎 我不會 為什麼 因為 光學品質 因為畢竟 我這樣子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現在戴的這副眼鏡 我戴的這個大概有一個禮拜了 其實 當時 因為 我相信各位 看我 追蹤我頻道的 每個人都知道 看了我這麼多 我很推崇德國晶片的光學品質 所以我基本上 我幾乎都是德國 尤其是這兩年來 我好像還沒有配過 羅登斯德跟蔡司以外的晶片 這兩年來真的沒有 那 這一次是為了實測全市線 然後 我用的是我們台灣天格的晶片 然後當然 他 也不是什麼個人化什麼 因為他們也沒有個人化單光這種選擇 對 那 我 當時眼鏡做好 然後我戴上去 那 在我戴上去之前 我臉上戴的那副是蔡司的頂級型個人化 我戴上去之後 失落 失落感很重 然後搖頭 那個影像品質真的 覺得 我有點想馬上把我的菜式換回來 但是 但是戴了兩三天有沒有 就比較習慣了 就沒有什麼感覺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就已經習慣這樣子的感覺了 可是像我現在 我正好 因為我的拍攝的櫃台正好是面對我店門口 我店門口有兩棵樹嘛 我最喜歡看樹葉來比較 那個 那個 影像品質 因為樹葉有正反面 那正反面 一面亮面 一面霧面 那你當你很多樹葉記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去比較那種 銳利度跟那種對比度 真的 我覺得我前面的樹暗淡無光 所以 各位你們懂的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求的是變色效能 那當然 它是很棒的選擇啦 對 那當然 在光學品質上 在光學設計上 我覺得 跟 跟德國晶片還是有一個差距在 但是 因為 因為那個 我們不能這樣子比嘛 對 就像是你 你買車子 對不對 你不能說 拿TOYOTA跟法拉利比嘛 那 不能這樣子比嘛 對不對 因為 畢竟擅長的東西不一樣 那 因為 全視線 它就是專注在它的變色技術上 所以我只能說 它的變色技術現在真的是 進步到 讓我非常非常的讚嘆 我只能說它 那 這次第八 尤其這次第八代喔 其實 第六代跟第七代 我沒有很深刻的感覺 但是這次第八代 真的讓我覺得 全視線這次的進步 是真的非常的明顯 而且 如果你想要一副 稍微好一點的變色鏡片 它是真的值得擁有 以它的CP值 它的價格只比第七代稍微貴一點點 沒有貴很多喔 那個 那個真的沒有差很多 所以 以性價比CP值來講 它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變色效能的關係 當然 如果你的度數比較特別 你想要真的比較好的光學品質 那我當然我還是比較推薦 那個 德國鏡片 這是兩個不同的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 所以不能這樣子比 那 這個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於 退色速度方面 全視線跟菜式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在變身方面 全視線第八代比較好 OK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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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